老人没人管 郭女士和胡先生闹起了离婚 郭女士想把老人留下 而胡先生坚持认为应该由大哥家接走 双方从争吵到冷战越闹越僵 一个星期过后 两人闹离婚的消息传到了大哥家 3月9号我大哥给我打电话 说我大嫂子同意了接老人走 我说得了那就接吧 10号就把老爷子接走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老人被大哥家接走之后 很快就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节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接走了以后没过了一个月 我们叔公给我打电话 说那时候老爷子不好 在我大嫂子过得不好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上哪儿看见 说希望我给接回来 你说我怎么接 一方面我跟他闹别扭呢 另一方面我接回来他又不管 你说我怎么着 那后来叔公把这个电话打过来了 你跟胡先生商量了吗 这是怎么办 我都不敢跟他商量 我就跟我们叔公说 我说我现在跟他闹离婚呢 我们叔公说是 他听他说闹离婚了 我说是什么原因的说了吗 我们叔公说他没说 我问一下胡先生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 那你是什么态度 我也没办法很纠结 我跟我叔叔说 你才让我接过来 你这不得让火上浇油吗 是吧 你是担心郭女士不同意吗 不是 在他的三个之内 刚一个月就出院情况 我接 他一闹病 我接也缓回不了原来那样的状态了 也不可能没毛病了 他一病已经出来了 郭女士其实在于 老爷子在你们家这件事 他是不反对的 那怎么叫火上浇油 我跟他已经闹得很僵了 他接过来不添堵吗 这个理由郭女士能接受吗 他根本就不想管 他要是直接跟我商量 而不是我们叔公打电话 他要是直接跟我这商量 说得了老爷子已经这一情况 咱们再接过来 说先养着老爷子 以后咱们俩是再说 我肯定我要同意 也就是最后确实是没有把老人接回来 没有 没接 胡先生知道老人家在老大家的情况吗 知道 一切都知道 但我哥呢 刚一个月要去看了三次了 知道 老人提出过到你们家来的医院吗 提出过两次 那你为什么不把老人接过来 我没有答应 我要没置身 你这个不答应 到底是说怕郭女士不高兴 还是说你自己真的不想 再去照顾老人了 不想 因为这责任在他呢 刚一月出现毛病 这是他的责任 我怎么接 他病已经出来 我在接 怎么回不了原来原样了 但是老人至少有这个意愿 想回到你们家来 那个意愿 没办法打到 真是没办法 最主要的原因是 该谁护责任 就是谁护责任 你别到时候我累坏了 他解脱了 压力都带我的 凭什么呀 郭女士 你怎么看待胡先生 这个想法和态度 过于保护他自己了 他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 比谁的利益都 跟什么都重要 你说老爷子 到那种程度 他就不想把结婚了 那样子 那我将来 你能管吗 你自己想一想 你亲爸爸 养你这么长时间 你都不想管 那我跟你就一张纸的问题 你自己想一想 可能吗 有些问题 不能一概而论 知道吗 没必要货业的担心 货业的无占别人